車部機構外工作人員 背著大桶子拿盆灑氣 人行道來回消毒 把手都要插啦 進到室內走廊志工 拿抹布擦拭金屬握把 活動教室小朋友玩具 運動教室健身器材 通通不能馬虎 廚房包含麵粉攪拌器等等 廚具也是重點消毒對象 畢竟一天三餐東西 可都是要吃到肚子裡 另外廁所浴室 只要是手摸得到的地方 也都不能放過 剛剛總就要用盆袋 所以我們這個量是滿大的 上千皮大社福機構 早晚消毒兩次用量多 用的都是集團贈送的 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省下龐大費用 它是都沒有像那個 漂白水的味道 一噴完大概兩三分鐘 就絕對沒有聞到味道 很安全 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沒有異味效果又好 老人小孩都能用 而社福機構內 需要照顧一千多人 遇到新冠肺炎疫情 消毒成為每天重點工作 總統不斷繼續發揮這個愛心 也有的社福團體 省得一筆盒 非常大的敬畏 太謝謝 長年累月對於社福團體的補助 社福團體經費有限 每一筆開銷都得斤斤計較 再加上之前酒精一瓶難求 多虧集團贈送免費的 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解藍莓之急也省下大筆費用 社福團體就甘心 記者喉滾王書宏嘉義報導